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来聊聊天 然后分享一些的资讯 是 那也欢迎大家帮我们不管是订阅按赞分享 那有的Podcast可能是关注啦追踪啦 那都欢迎你们听 然后还有给我们一些回馈 这一两年呢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真的还蛮严重 而且可能大家也没有想到说好久好久喔 对 那本来预期说 以为大概到了今年呢 应该大家希望说整个扭转乾坤 然后疫情就消散 可是好像到今年以目前来讲 好像还没有这个还不见阳光 但是我们台湾现在目前为止 如果比照国外来讲还算是幸运啦 对 当然最近是有一点感觉风声鹤唳 不知道哪时候会拓散开来不知道 但是其实只要每个人做好自己个人的卫生 那防护好那基本上应该是都没问题的 然后希望大家为自己加油 也为我们的医护人员非常地辛苦 也希望给予他们多多的支持 是的 在台湾经过了这一年多日子防疫的时间 别的国家都还蛮羡慕我们说 可以有很大部分呢 还是非常正常的在运转 是 你还可以有一些聚会啦 看电影啦 一些活动都还是可以继续参与 好像没有 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对 所以我们也一直希望说呢 尽量的就是不要在那个 就是密闭式的一个空间 对 就尽量减少 那我们今天想要带大家去哪里 介绍什么给大家呢 因为在过年的期间 尤其是中国人非常重视的农历的春节 都会举办很多活动 那今年其实也不例外啦 虽然我们前一阵子跟大家分享呢 由北到南 甚至于呢 连我们的东部地区很多的活动都已经取消了 对 有些活动都不得不取消啦 因为第一点大家都怕不知道后续的状况会怎么样 那不小心又群聚扩散 那反而更严重 那宁可把它延起或者不举办 不过这样活动呢 有一些的是部分像是开幕式啦 有那种群聚的那种活动是停止 但是像有一些的内容 就是活动的展览 它其实是持续还是有的啦 嗯 是 尤其像一些如果比较户外型的那种展演活动 那除了一开始的开幕一次 可能会有很多人以外 那其他的大概都是比较零散的 然后好像走马 就是大家自己去走啊 不会有太多人聚在同一个地方的状况 那他那种活动应该就会再持续进行 只要保持好社交距离 其实在户外的这些的展场 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去那边走一走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2021屏東彩灯节 嗯哼 彩灯节呢 在22号的晚上已经点灯启动了 嗯 屏东这个地方呢 那因为距离这一次的布桃呢 是一个在北一个在南啦 对 是有比较有一个大的距离 嗯嗯 不过现在交通非常方便哦 对 嘿 还是要防范啦 虽然是在我们台湾的最南端 那台台 这个我们屏东的彩灯节呢 目前活动的规划是会一直持续到3月1号 嗯嗯 嗯 那3月1号 那他大概都是在哪边去办的 在万年西畔 哦 嗯哼 万年西畔 他屏东市的万年西畔啊 嗯 每个城市都有一条陪伴居民走过岁月共同成长的溪流 那我想万年西呢 就是屏东市的生命之河了 那万年西他的旧名呢 叫做藩宅浦溪 嗯 是我们高平溪之流的其中的一个 它的流域范围呢 流贯了屏东市哦 所以是 而且他也是屏东市区最大的排水河道 很相当的重要哦 屏东的彩灯节呢 在农历春节的这段时间呢 办理登记的相关活动 好像每年都会在那里 那其他 其盼就是以在地人文的历史特色来作为发想 然后再利用我们万年西的地理环境 设计呢 具有文化创意元素的艺术灯景及光的环境 结合人文历史 才先地方文化的活力 也可以创造出空间的层次感 营造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觉响眼 嗯 嗯 不知道他万年西不知道是多大 是像我们花莲的美轮西 还是像那种高娃部的那种西 要去了才知道哦 那我们的万年西畔呢 这个活动地点呢 是靠近我们屏东的胜利东路到民生路段 嗯 对 嗯 那基本上如果你要去的话 对参观屏东这个彩灯节有兴趣的话 那他的官方网站就2021屏东彩灯节官网 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 包括 嗯 他的点灯时间啊 还有他的各个 嗯 大概将近有20个一个灯区 应该是小灯区这样子 那散布在整个万年西上这样子 总共呢 今年邀请了20位优秀的 国内外的艺术家 其中包含了三位的日本艺术家 以及六位的屏东在地艺术家 一起呢 用他们各自的艺术的地域来创造出繁花 让万年西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美景 因为我们这一次2021的屏东彩灯节呢 他的活动主题就是繁花盛宴 嗯嗯嗯 透过20座的灯饰呢 来展现出屏东市万年西畔 点缀如同就是繁花盛宴一样 那不只是呢 为城市呢 带来闪亮的艺术气氛 更特别是呢 今年的彩灯节呢 更结合了文学的创作哦 嗯对 嗯 他有将近20个灯饰 那就是在整个万年西上 那有分别有不同的名称 每座的灯饰呢 都搭配了名人文学金句 民众呢 可以进行一场呢 赏灯走毒的韵味之旅 让万年西呢 变成了光之文学流域 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了 嗯是 那今年因为受到疫情严峻的影响 事实上我们的屏东彩灯节呢 也取消了部分的 像是音乐晚会 还有市集等等这些活动 但是呢 他的灯饰呢 沿着万年西的胜利东路段 到明生路河段的这个布置呢 有长达一公里的河岸 是开放的空间 所以呢 在屏东县府评估之后 决定这个活动期间 灯饰是正常的点亮 那当然哦 也提醒参观的民众 到了这个虽然是户外 也戴好口罩啦 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嗯 然后千万不要再长一内饮食哦 那大家其实多加点注意 留意一下 其实就能够安心的上灯 对 嗯嗯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各个 想要去参观之前先了解一下 他当然有灯饰介绍 那你在那个网站上 也就可以点开 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的 灯的主题的名称 还有创作者是谁 那他在底下还有一个 做一个介绍 嗯嗯 那我们可以 大概也介绍其中的 艺术家 嗯 像是日本的艺术家呢 知庭点子 他就是以我们 卢凯族的竹花 百合花 来创作的 这一盏灯饰呢 叫做光之足迹 让人呢 一见百合花 就会想到屏东 对 因为那个创作者 他在游历屏东 山地门时 他开始就了解到 哎 百合花是 卢凯族的一个竹花 嗯 那他觉得说 高雅清香的外观 和气味 他觉得让人家很难以忘怀 因此 就是到屏东 就会想到 这个美丽的百合花 嗯 另外呢 还有一位日本的艺术家呢 叫做圣钢后刺 他是以花灯为主题 将大正时期跟昭和时期所常使用的花砖 以日本跟台湾都很喜欢的樱花跟梅花 来做倒影 光影呼应 嗯 也是相当的有氛围 对 然后 依照他官网的介绍就是说 在日本大正时代到昭和年代初期啊 然后日本生产的一些像桃花心木瓦 那早期台湾房子的大厅啊 或者像屋顶 也都会有这些橙色跟白色 他通常是象征一种财富跟幸运 嗯 再来还有一位呢 来自日本的艺术家叫做水谷赌司 他的淡花汤 非常的日常 淡呢 它在滚烫的水中时 浮在水面上的清透感 就好比一颗圆润的太阳 饒富趣味性 嗯 是的 嗯 那他就会真的就是好像 浮在水面上这样子 如果因为他 我们在看官网 他大概是一个模拟图啦 那模拟图的话 他看起来就好像 这个淡花 然后好像旁边有一个 荷叶的那种感感 感觉这样子 就感觉像荷包蛋 对对对对 浮在水面上 是 呃 这个其实有一点像是我之前在那个月经港 啊 嗯 台南月经港 他们也是 呃把一些的灯饰呢 就放在那个港区 嗯 嗯 虽然 哦 我们要提醒就是 但是屏洞应该还好啦 嗯 在 越经港那个时候呢 去参观 他旁边没有什么煎物 因为他是在渔港 超冷的 很冷 然后 呃屏洞应该温度会比较高一些吧 嗯哼 嗯 是 我也不知道 呃 这段时间过年的时候 天气跟温度如何 嗯 对 你再记得保暖了 嗯 嗯 好那当然我们介绍了日本的艺术家 还有来自于我们屏东呢 非常优秀的人才 曾经获得世界压花冠军的曾婉婷 他是以屏东的蝴蝶兰来作为他的设计元素 带来浪漫的幽兰风华 嗯 还有你要补充介绍吗 哪一个 因为他还在 幽兰风华 哦 曾婉婷 那像屏东的蝴蝶兰 当然是台湾蛮重要的一个兰花产区 那他这个介绍就是讲说 他呈现的话就是 呃 因为他拥有各种品种 那品种不同 也有他的信念 设者也都蛮多的 那他透过这次的产丁节 那让那个屏东来这边看的人都可以带来一种浪漫 还有缤纷的感觉 嗯 那就是的呃 郑胜元艺术家他的天堂鸟语 以传统的花灯制作的方式呢 呈现出天堂鸟花的独特姿态 嗯 是 天堂鸟 也是 他也是用 也种花 哦 天堂鸟花了 对啊 天堂鸟本身就是一个花 嗯嗯 对 呵呵 他不是鸟 他也是鸟啦 有一种鸟也叫天堂鸟 嗯 嗯 也是很美 不管是鸟或者是花都很美 对啦 然后他的花语就代表这种自由啦 吉祥幸福 快乐也有长寿的意义在嗯 那当然是希望说哎 今年然后2021年了哦 那大家都可以真的就是幸福快乐 不再受疫情的干扰嗯 黄建环的随风起舞 他是以呢万灵溪周遭常见的野千牛来作为发想 他的花朵会随着光影的忽明忽暗产生一些的变化 在夜晚呢 感觉就是偏然起舞了起来 应该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呃 非常好看的一个作品嗯 是嗯 所以他把一种各种花的元素都加进去 嗯 我们这样介绍起来的话 几乎每一种 几乎都是一种花的元素在里面 哎 你这样讲我很尴尬 因为人家的主题就是繁花盛宴啊哦 对啊 因为我听起来好像好多花的元素 你这个主持人 谢谢 自己介绍的主题都不知道吗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个呢 是呃 艺术家 呃夏爱华的《锦上天华》 他则是以呢 景礼跟阿佛勒结合而成的 像是庆祝呢 节庆祝的 开的像是烟火一样 从某个角度拍摄呢 会仿佛你在跟那个景礼与 玩青青 对 是 那也蛮有趣的 还有一个作品就是那个 曾尚杰的《花鹅来了》 他取他的谐音叫做是那个花鹅来了 嗯哼 打造一只呢 叼着玫瑰花的天鹅 浪漫又吸睛 最后一定要介绍的这一位呢 就是我们来自于花莲的艺术家 蛤?花莲也有艺术家过去 沙布格兆 他是把那太平洋的浪花带来万银席 浪花一朵朵带来冰芬也带来鼓舞 嗯 那呃 我不知道那个官网是应该是有介绍他了 对 对 沙布格兆是吗 嗯 对 有吗? 有 但是介绍就是 他的里面的介绍就是太平洋一波一波打过来浪花 喂养了大地也喂养了竹人 然后浪花一朵朵带来缤纷的生命也带来鼓舞 感谢一切 感谢天地人 哇 这样子看起来其实非常的有原住民的一个色彩 嗯 嗯 我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看哦 每一个作品呢 都是呢 让你觉得 会让你心花朵朵开 嗯 是 ok 今年的彩灯节呢 跟过往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刚刚呢 一开头就跟大家分享 因为每一座的灯饰呢 都结合了名人文学的金句 那像是有龙印台啦 陈文倩啦 基米 谢哲卿 还有呢 莫博桑 世界名著小王子作者 安东尼 圣修博里 日本电影的神影少女的导演 宫崎俊 还有佐贺的超级阿玛 岛田杨七等等 这些呢 都会有一些的 每一个作品都是有一些名人的文学金句来做一个结合 嗯 是 那让大家呢 呃 在赏灯的时候 同时也能够感受文学所带来的生命的思考 多了一份文学的优雅慢活的艺术氛围哦 嗯 另外在万年公园呢 也有成牌的树 灯光 嗯 就是他们也会营造一些那个树灯光的环境 那再搭配呢 湖中的水面倒影 哦 感觉会有一点日式灯节的美学 嗯 嗯 那 今年不是牛年吗 是 县佛也会特别制作牛年的小提灯 而且它同样的是以花灰来作为设计的元素 同时呢 选用了元宝等等的喜气意象 跟可爱的小牛一同做呈现 嗯 听说也是超可爱的 嗯 算是一个行走的小花灯 对 嗯 应该都被索取一空了吧 对啊 因为它在1月23号开始發放嘛 嗯 然后有些地点是1月26号 对啊 那所以大概应该马上就会被索取一空吧 嗯 嗯 嗯 但是如果说没有拿到你给小提灯也没有关系啦 因为呢 有好20个主题的花的灯饰呢 就在那里哦 等着大家呢 去欣赏 对 真的很漂亮 他点的时间就是大概都是晚上嘛 就5点半到10点这样 嗯 嗯 所以可以选择 比如说去那边开车下去啊 去屏东 然后晚上就可以去走一走去看一下 嗯 让我们屏东市呢 也有一些的 嗯 好玩的地方 你也可以呢 规划一下 不要呢 只是为了去赏灯 哦 那就只看一个晚上 那其实在 我们的屏东市呢 有很多呢 一些像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啦 嗯 另外也可以结合屏东的热带农业博览会 孙力仁将军行馆 嗯 等等这一些 我觉得我们的东港的东龙宫 也是蛮值得去看的 甚至于你还可以呢 到我们屏东的管辖区域小琉球 对 去浮浅一下 嗯 还可以呢去吃一下呢 非常有名的万卵猪脚 是 那当然如果 你要去的时候 刚好天气比较冷啊 你还可以安排一个四重溪泡汤 嗯 对 那你可以呢 如果怕热的话呢 你还可以去浮浅 是 呵呵 另外在我们的屏东呢 有产可可 还记得吗 哦 对 所以那边有可可园呢 可以去 呃 就是了解一下 他的制程啊 或是你喜欢 喝可可 或是吃巧克力啊 也可以去人家园区里头去餐馆 嗯 所以有蛮多的选择 可以呢 到我们的屏东市呢 来一趟小旅行 对 嗯 如果你不是要去大的景点的话 你也可以走那种屏东市市区的那种小旅行 然后看看旧街市 现在其实 嗯 那个 走都 嗯 慢火慢旅行 嗯 城市漫游 都还受到大家蛮多的一个喜爱 那自己也可以安排一下行程不用这么的干啦 对 嗯 而且他 本来的活动啊 本来价格都蛮高的 那这一次 因为 推广 所以价格还算便宜 哦 都有优惠就对了 对 那可以呢 去买个伴手礼啦 吃美食啊 听故事啦 看花灯 还真的很不错哦 嗯 是 欸 还真的很便宜 对啊 等一下 而且还有餐点哦 他打折下来 其实 哦 蛮 大概两则 不到 一两则耶 但是要注意哦 就是说他大概都是以骑自行车 很好啊 对 以骑自行车的一个 小旅行这样子 那这应该是爆满吧 对啊 好如果你想要呢去 呃 屏东呢 去旅行的话 真的可以结合这一次的活动 嗯 那 又有的看又有的玩 还有的吃 是 嗯 真的是蛮便宜的 嗯 那大家可以呢 到我们的2021屏东彩灯节的官方的网站哦 网页上面都有哦 嗯 应该是先抢先赢吧 是 对 OK 好了 希望大家呢 有空的时候呢 就去参观一下我们的 这个屏东的彩灯节到三月份了 那也千万呢 最后还是要呢 特别提醒大家 因应这个秋冬的防疫措施 参与活动呢 请大家务必一定要戴上口罩哦 嗯 嗯 那 呃 我们其实他的那个便民的服务专线 其实就是1999嘛 是 那如果是外线市呢 也可以拨打呢 08732-0415 嗯 当然你如果说呢 直接的看官方的网站 你想要看什么样的资讯都有啦 真的找不到的话呢 再打电话去问就可以了 嗯 嗯 嗯 对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嗯 拜拜 拜拜